Hi 大家好 我是趙了 今天這一集來談一談 最新的 Mac OS 13 Ventura 作業系統 我使用一個禮拜之後的感想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 實際操作的畫面 首先我們 來看一看這個 Mac OS 13 Ventura 它到底改變了什麼東西 首先我們可以從設定這邊來看 它首先改變的是這個設定的部分 它的介面 跟外觀 改成了跟這個 iPhone 跟 iPad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相信如果你有這個 iPad 或者是 iPhone 的人 那操作這些介面應該是蠻熟悉的 那其中 有一點比較不同的是在這個 外觀 或是說我們通常一般這邊 這個跟舊式的這個 作業系統它的設定介面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看這一台電腦 那我是把這個 Mac mini 2012年版的 把它 硬裝上這個 Mac OS 13 Ventura來跑跑看 當然我也使用了大概快一個禮拜 都在測試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機械式硬碟 是一TV的 那我的感想是 它比我這一台 裝其他的 老式的作業系統 譬如說是 10.15.7的部分 它的反應的速度 App或者是開啟內建的這個設定 或者是上網等等 它的App的起重速度 明顯的加快了很多 OK 那其實這些東西 你可以自行去摸索一下 就可以知道了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是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這邊會有列出來到底要不要在這個menu上面 出現 這邊你可以自由的去 使用指定的方式 那 比較不同的是這個跟 OS 12 Mac OS 12是一樣 可是它多了一個這個 目前調度 也是說 台前調度或者目前調度 那這裡有一個 鏡像輸出 那因為我有一台這個Samsung的 電視機 所以它就會顯示出來 那當然你可以在這邊也可以從這邊來去控制它 哪一個要顯示哪一個要不顯示 通通在這邊 那我們可以看到如果你把台前調度 打開之後 那它其他你打開其他的應用的話 它就會自動收放到左邊去 你看它的啟動速度 然後再打開一個 它繼續 拖放過去 好那我們上一下YouTube 喔 那 雖然沒有說比新機型很快 可是這種速度比它之前在作業 舊的作業系統 譬如說是 10.15.7的話 反應速度快了很多 那你需要其他的你就把它按 再按回來 可是在這個 那個 台前調度或目前調度啟動的時候 各位要注意一點的 它啟動的時候如果你桌面有項目 你按了右鍵 它是不反應的 除非你再按左鍵一下 再按右鍵 它這個menu才會出現 那相同的 我們再回到這個設定的部分來解說一下 那 Civic 當然這個也是有資源 那你可以看一看 可是這個 這一次的這個 Mac OS 13 還有一個 比較可能大家會比較常用的功能 我自己也常用 譬如說在iPhone 上面的 圓框文本 那你可以直接就 畫取一個 圖片 它的範圍辨識文字 等等 這些功能 在這個 這一次的Mac OS 13上面 也加進去了 這個是桌面 與這個 Duck 那指揮中心 還是有 目前調度看你怎麼樣去制定 譬如說在這邊 那 比較不同的還有一個就是顯示器的部分 顯示器現在的界面也改了 如果說你要Airflake 你在這邊或者是剛剛我們 這個 menu這邊 也有 那 那 比較不同的是 現在 Mac OS 13 除了可以直接 投屏之外 新增加新的螢幕之外 直接 新增加新的螢幕之外 當然舊的 在舊的 例如說OS 12的時候 Mac OS 12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iPhone或者是iPad 直接投 Airflare到這個 Mac 電腦上面 當然 控制權就交由 iPhone或者是iPad 那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 背景圖片 新式的 螢幕保護程式 那在比較改變的是 能源節約器這邊 以前 跟以前是跟鎖定螢幕是合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鎖定螢幕算是分開了 現在已經是分開了 那可能大家又習慣一下 那 鍵盤滑鼠 其實這個都是大同小異 我們可以看到 鍵盤的部分 那有聽寫的部分 看你是不是要啟動 那在鎖定螢幕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一下在這個 顯示器這邊 顯示器這邊有個進階 進階這邊出來之後就是 連接是Mac或iPad 就是所謂的 通用控制 通用控制 就是如果你有另外一台 這個 Mac或者是iPad 那你可以直接調用它的 電腦螢幕 調用它的電腦螢幕桌面 那 iPad或者是Mac 只要是裝了這個 Mac是裝了這個 一樣是裝了 Mac OS 13 iPad是16.2 都可以 那 這邊就是它的選項 當然你不只是可以直接這樣滑過去 控制 App而已 它也可以複製貼上 這個就很類似這個 之前 羅技的 羅技的滑鼠 它有一個功能 叫做Flow 那之前的我的影片也有介紹過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當然這個 Mac電腦它只能夠跟自家的 互通而已 那羅技的它的Flow是可以跟不同的作業系統 譬如說 你蘋果電腦 跟這個Windows電腦可以互通 那也可以複製貼上 當然 這個以實用性來講跟方便性來講 還是在 Mac的 全原廠的環境下會來的比較好 那這個就是 MacOS的 這個優點所在 那這個就是通用控制 它用這邊來控制 允許之間 那不只 你其他的行動裝置可以投影 投影到這個 MacOS上面觀看 操作 那也可以 在不同的Mac 或者是iPad裝 來 完成這個 來來來來完成第2個螢幕的調用 那甚至控制它的機器APP 那當然如果你iPad接的鍵盤滑鼠 那一樣都是可以操作的 那相反的來講 你也可以把 反向過來 那譬如說 你有這個Mac電腦也可以直接 掉用Mac電腦的桌面 當然這樣的做法是不是有必要 開了兩台電腦 那倒不如你一台 電腦接個兩個螢幕 還不是比較快嗎 也比較省電 那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這個 鏡頭當成是這個Mac電腦的攝像頭 等於說 當成是它的webcam 那當然你iPhone一定要 要在相同的 WiFi 藍牙也要開啟 然後重要的是Apple ID要相同 電腦跟這個iPhone 這個Apple ID要 登入相同的Apple ID 然後把接續互通相機打開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 那因為我這一個是 不是 原廠資源的 型號的電腦 所以在這個功能上面 就會有所缺失 就是 那當然 我們可以 它等於說是不能 在這個webcam的部分 是不能用 但是之前的功能 它是可以的 譬如說是從iPhone輸入拍照 那我們可以直接從這邊點一下 拍照 拍照 那我們 隨便拍一張 拍照 使用照片 好 那照片就進來了 那這個功能其實在 MacOS 10.15 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那當然 它也 撕遠了其他的 這個部分 那譬如說 其他的譬如說 郵件 新功能 等等等等 帳號的 輸入什麼 這個都是它的新的功能 好 那各位現在也可以看到 在這個啟動的方面 確實它的速度是 還不錯 那你也不能說它 不好 可是這個有一個 缺點就是 如果你的螢幕 比較小 那台前雕度是不是會佔用 佔用這個 一段的空間 好 那 我的覺得是 如果你有 這個外接螢幕比較大的 譬如說超寬螢幕 開啟台前調度 我覺得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 譬如說 我時常要用這個右鍵 你看 現在右鍵就調不出來 一定要這樣 桌面的圖示 才可以用 那譬如說 當然它會 它會消失 可是你剛開始使用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奇怪 如果桌面上沒有APP的圖示的時候 你看 示範一次 不見了 它相同的桌面的項目也會不見 那除非你點一下左鍵 它才會出現 那你要做 右鍵的選擇 或 左鍵的點選 或者是拖拉的動作 它才可以使用 這個 不算是一個bug 可是 它這個桌 桌前 目前 目前調度 台前調度 它有它的好處 可是我覺得 也有它的壞處 各位可以看一下 等於說 一開始它 當然可以縮放 它可以縮放 一開始 它是給你 調整合適的大小 然後置中 置在螢幕的中間 可是 如果你需要比較寬的 視窗 顯示比較寬的時候 那就不符合 所以台前調度我覺得 比較適合這個超寬螢幕 如果你外接的超寬螢幕 那台前調度 它確實是 一個不錯的 功能 剛剛我們已經把這個 這個已經有開過了 所以我們把它 先結束掉 瀏覽器我們已經打開過了 我們要看它自帶的配取 部分 1 2 3 4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跳了4下 那這台機器在以前的 10.15.7的話 它的速度可沒跳這麽快 它大概要跳10下左右 所以這個 Mac OS 3 大家可以看到這開啟的速度 以這個舊機器 10年來講 確實是 說實在的 我是很滿意的 這個已經 我覺得這是 這一次的 Mac OS 系統 是一個比較大的改進 著重在效能上面 是非常不錯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Number 就是 握的那種 Excel 樣式表 不是樣式表 說錯了 工作表 那這個 Keynote 就是 Office裡面的那個 PowerPoint 它也是在 跳了3、4下之後就可以開啟 那這個直接開啟這個 製作的模板 那也是在 3秒鐘就開啟完畢了 OK 那我們打開這個 編寫 層次碼的 看一點就開 當然這個負擔比較小 它就開啟的比較快 那兇童的還有一個比較 這次宣傳的重點 這次宣傳的重點 就是無邊際 那可以動作一個電子白板 看你怎麼樣白板 怎麼搞定它都可以 可以看到 那怎麼弄啊 怎麼 怎麼玩 在這裡開啟的速度 也不錯 可以參考看看 OK 那今天我們就收到這邊 記得訂閱喔 拜拜